168元的广式早茶自助 你们觉得我赚了吗 他们家虾肉是真的可以 在广州这个早茶内人这么严重的地方 我觉得能有他的艺术之地 果然针点还是要趁热吃 一口碰一个兔头 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你好 我吃到一个头发 哈喽大家好我是橘子 昨天半月一点多看演员吃早茶自助 真的馋得不休 大晚上的我整整开了三遍 所以马上订了一大早的航班 马不停蹄就赶来了 今天早就这么好 我要开始抗行李了 点了一个168元早茶自助 还单独点了一壶茶 好解渴好清凉 这个茶30块钱是不是是有点贵 这更坚定了 我一会要打开一场的决心 告诉你们吃自助之前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哇第一波点完了 他们家必点的就是虾饺 金钱肚 还有腹爪 昨天我看他们吃的高汤虫草虾饺 已经替换掉了 第一轮就前前点了这些 到时候我们看哪个好吃 第二轮再加 开始上菜了 我这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昨晚让我魂牵梦营的早茶 我要开动了 这个是三文鱼齐尿卷 口感很神奇 外面脆脆的 中间有三文鱼裹着沙拉酱 还有点芥末 酸酸甜甜的 吃到后面还是有一点腻的 来点三十的茶几点腻 来点三十的茶几点腻 这当虾黄饺 个头还蛮大的 先吃个配菜 虾脚的个头好大 咬开里面还有汁水 它的外衣很薄 而且虾很弹很嫩很鲜 很鲜 里面的虾真的很大只 哇 一口也跟着太满足了 一下子那种早起的疲惫感 烟烧云散 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有多迷糊 一大早饭飞机太匆忙了 全饭饭都还在蒸 鲜虾黄蒲炒蛋 我发现他们家虾的品质都很不错 这底下的蛋会偏淡口一点 会有一丢丢油 当当闭点的金钱堵 好好吃了 也很Q弹 它是有一点香辣味的 而且很有嚼劲 咬起来非常厚实 这个很好吃 最喜欢吃自助里面的金钱堵 随便吃两盘就能回本 这萝卜也好鲜好嫩 好好吃 当当还上了一碗羊汁甘露 很浓稠酸甜的配合感觉很到位 酸味大于甜 好吃 这一会儿要再点一份 好吃 好喝 当当 凤爪 这个也是必点的 你们看个头 这么大一个 软软糯糯的很脱骨 给你们也来一个 好肥 好厚实 很脱骨 超好吃 我真觉得广州的早茶真的很好吃 在广州这个早茶内卷这么严重的地方 我觉得能有它的意识之地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吃的早茶还没有那么多 但我觉得真的比我上次吃的已经好吃很多了 这个是骨汁香芋蒸排骨 都是非常经典的粤菜 别看它白乎乎的 口感可丰富了 底下的香芋非常绵密 而且有独特香芋散发的香味 而且排骨基本上选的都是这种子排 而且排骨基本上选的都是这种子排 排骨基本上选的都是这种子排 还有一块软骨 你们还有一块烟骨 你们还吃完骨吗 不败 total 好好吃 好好食 趁早吃 谢谢 那我们先吃甜品凉的吧 那我们先来尝一下 这个手工千层酥皮蛋挞吧 它这外衣真的很蓬松 稍微偏甜口一点 蛋挞还是喜欢吃中间部位 很爽 感觉很好吃 我以前怎么没觉得茶这么好喝过 早茶 早茶还是得配茶 很久不久 我买了 然后我买了 你吃什么 我买了 你吃什么 真得 我买了 嗯 那这个 我又买了 我的天气 我买了 比对哪吩人 他买了 这个 既然我不想做 这个 它买了 我没有为你们吃呢 第一口 粉丝先吃 从头开始 柳叶白菜香菇蒸饺 还散着热气呢 能不能看到 超爱绿色 我感觉我最爱的颜色就是绿色 那些是酸菜和猪肉的 菜如其名 白菜香菇 果然真的还是要趁热吃 柳叶行动 我的茶杯好像不见了 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真的太精致了 做成雪茄形状的早茶 这个是他们的新品 用一个小木匣子装着 净显高级 这玩意儿 感觉很夕阳 好脆好香 它这外衣是春简皮做的 仔细吃会有一点可可粉的苦 这道菜造型大于口感 好脆 鲜子冬菇鲜肉烧麦 它这个个头每个都好饱满 它那家的虾肉是真的可以的 嗯 嗯 嗯 三盘都是葱的 再放 红粉鲍鱼缝 眼角 上面点缀着一颗小小的鲍鱼 上面是咸口 上面是鲜甜口 这味道也不错 嗯 你好 好 我吃到一根头发 嗯 那个 你稍等下我给你讲解 好好好 你看 你先换过一笼吧 嗯 这个不用了不用了 这一笼不用了 那会水果给你了 好 谢谢 嗯嗯 如果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吃到头发 你们会怎么处理 传统马蹄成品牛肉球 给它扎起来 底下有铺一层腐皮 这个还蛮爽口的 很紧实的牛肉吧 你好 再帮我收走吧 这都吃完了 谢谢 本来还想加餐呢 但是我发现 我真的很佩服圆圆 你竟然可以吃那么多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看到这里一定要给 居此点赞 明论是曹 我们下期再见 你得好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